哈喽 伙计们你们好 我是鲤鱼 这次 咚咚咚 这次一起来玩 The Professional 怎么翻译呢 专业人士 我们来看一下这游戏简介 这简介上面说 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模拟抢劫游戏 我们玩过那么多的游戏 什么小偷模拟器了 抢劫了 并且房子的主人是鬼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怕 来吧 我们开始抢劫 这就是我最终要抢到的东西嘛 这是一颗看起来非常宝贵的钻石啊 啊 怎么鬼不需要键盘 这是绳索啊 我是从这里下 我是用绳索滑下来的嘛 然后左键是 我可以动关节 咋你 我怎么往前走啊 哇哇哇哇哇 起来起来起来 这什么鬼 我怎么还往后走了啊 往前走啊 哇哦 稳住稳住稳住 站起来 先站起来 没关系没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独门偷盗秘籍 真正专业的小偷就是这样的 只有不专业的小偷才会带工具 我要过这个箱子了 我马上就过去了 稳住稳住稳住 我看到没有 近在咫尺啊 为什么就这么困难 我能我能镜头近一点吗 我看到 我上面的动了 我们我们要不要把腿给弯曲一下 哎 模拟人走路就可以了 好好好 不是要动这个关节 是这个关节 你你为什么抱头啊 没让你抱头 然后把这只手往前移 然后这个脚呢 这个脚的关节 哎 重心重心 好好好 然后 我们扭到 皮擦了 这下 这咋 没变着走两步 哎 快点 怎么动 哎这头头也 怎么搞怎么搞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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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这就是专业人 是用专业的手法 只不过愚蠢的人 看不懂我在做什么 哎 哎 我这是试图把这个箱子 给推到一边去 可是它没有用 火箭 火箭别抽出 火箭快起来 这游戏有重置键吗 这游戏有按键操作 按键说明 它没有 那我重来走吧 我只能重开游戏吗 不要啊 我怎么动 好好 我做起来了 这成功的第一步 成功的第一步 我做起来了 好 我们先把腿还原吧 怎么样 我们先把腿还原 开了个前面价值3000万万万万 一的钻石 我心动了 这是鸡吗 这是腿 我看错了 怎么样能让它起来 我懂了 我只要把我的腿伸直就可以了 这样就还原了 看到没有 这样就还原了 别往回走 好 翻跟斗 看到没有 这是我的炫技 往前走 往前走 钻石在那边 傻子 难道这就叫做出其不易吗 Oh no 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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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腿的关节掰一掰 360度大水壁 这样感觉往前比较快 很轻松 很轻松 这是个箱子而已 我都过不去吗 我明白了 我是在教这些后起之秀们如何抢劫 这不是抢劫 这是偷盗 这都没有 我过来了 这前面这激光是什么鬼 我被射到会怎么样呢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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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电了 我又被电 我又关节都电麻木了 看到没有 被电之后 还能以这种姿态落地 这就是我们忍者必备的忍者之术 怎么办 OK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的骑手势 然后 哇 抽抽抽 哇 这怎么过 能过吗 这个游戏 不要心急 想成为专业的人士 想成为老手的话 都需要经过这种磨练 都需要经过这种磨练 百折不挠 哇 哇 电死我了 那么正常人直接就过去了 好吗 这什么脑瘫弱智 没关系 我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哇 我差一点 我就 哇 哇 我过去 我过去了 这么简单的 OK 钻石就在眼前 抬头看看 哥们钻石就在前面 我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 呜 呜 呜 go 好好好 腿伸直 哎 匍匐前进 往前挪 好好好 对 走啊 走啊 呜 呜 哦 哦 铲石 铲石来了 换个方向嘛 哎 别往回走 别往回走 我这 脑袋 哎 看着点钻石啊 这是我们的目标 哦哦哦哦 这怎么我还成翘翘板了 胜利就在前方 这是往回灯啊 我可以用这只小臂 哎 小臂一点点 往这边蹭 啊 看到没有 专业人士是不需要带任何工具的 我们只要有身体胳膊手就可以 哎 往前走 我们可以把这个腿往上翘一点啊 这样上台阶的时候比较好上 OK OK 哎 哎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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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炫技 No 往这 哦 看到没有 板 看 短 哎 就上去 哦 哎 短 No 短 哎 哎 短 哎 往前 这不跟没上去一样吗 这只是给我们新手小偷的一个新手教学 哦 可以可以可以 稳住稳住稳住 哎 看到没有 哇 我要成功了 要成功 可是我这个钉钉卡在这里了 怎么办 不要心急新新手小偷们看着我的操作 不不 别往后退 伸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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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讨厌 这个手应该是 什么鬼 那你 哦哦哦 无妙啊 为什么 我又被电了一下 往上走啊 哥们儿 后轮驱动 后驱 Oh my god 这咋还会悬浮树 怎么搞啊 God 哎呦 鲤鱼打挺着叫 不要慌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别唬 我 我 不要往回走啊 这叫熟悉路线 不要慌 我们要反复的熟悉路线 所以名专业的小偷 必须要熟悉路线 路线都不熟悉的话 怎么当小 当小偷啊 你笑什么 你电你也忙 专业的人是在享受偷盗的成果的时候呢 也要享受偷盗的过程 看到没有 像艺术一样 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像艺术 好 哎呦我 啊之前这是怎么还过不去 旋转起来 哎我怎么想到以前玩过一个咖啡的游戏 哎我刚刚站起来了 怎么 居然 哎 呃 呃 呃 是不是那个人来当劫匪了 啊 啊 啊 哎呦我不要回去啊 oh my god oh 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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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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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游戏完全就是靠运气啊 专业人士 也敌不过天意 哦 我这次这么顺利吗 哎 呃 尽在咫尺啊 看我专业的动作 哇我们 上到第三个台阶了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腿伸直 好 挪过去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这个游戏一定要慢 一定要慢 鲤鱼 鲤鱼就要用鲤鱼的 方法来偷 像鱼一样油 我怎么又回到一开始那个地方了 我们也许幅度不用那么大 哎我的丁丁都要被磨没了 再这么磨下去 哦 终于 哎 这是后面还有一个超级大的台阶才可以 我要上这个台阶 哇 我不想再滚下去啊 再滚下去我就卸载游戏了 把它删了 我不想当小偷了 我改行做真正的抢劫犯 Oh my god Oh no no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很渴望吧 你想要的钻石 快点 天哪你是Henry吗 你跟Henry是朋友吗 这么蠢 Oh yeah Oh yeah 快给我 我这个姿势能上去吗 我怎么 我怎么就碰不到这个钻石呢 我怎么打碎这个玻璃罩啊 我要用手碰那个玻璃罩才行吗 那我要完全站立吧 Oh my god Oh my god 我通关了 我通关了 我 Nine 我还要再回去 我蓝阔寒片 我退出我不想玩了 为什么你要在这种地方这么真实啊 好没关系 交给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是不怕的 回去还不简单吗 回去还不简单吗 这个钻石不会被我拍碎吧 为什么回去这么简单 好我们就查最后一个箱子了 什么鬼呀 这下山这么容易 砸砸 这个钻石砸不破 他如果这个钻石碎了算失败 我直接把电脑系统重做了 梦开始的地方 不要让我放弃追逐梦想 OK 我的妈呀 我这钉钉真的是 专业人士的钉钉都磨出桨子了 我可以把腿伸直对吧 每一遍走两步 Oh my god 碰到绳子就可以吗 碰到绳子就可以吗 钻石钻石 要不要用腿啊 卡不当突袭 这个人数不好使 那使用何种人数呢 我成功了 Hurry 我使用了29分46秒吗 我实际录制了多长时间呢 我看一下 OK 差不多录了大约30分钟 我想起来以前那个和班尼特弗迪一起攻克难关 就是一个是光头吗 一个看起来像鸡老的大变态在一个罐子里面拿个稿在锄头出来除去 好吧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The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 要记得专业的事 也要交给专业的人士 好吧 那么我是李渔 别忘了在视频下方 点点订阅www 下期视频我还会遇见你 记住保持微笑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